水网上流这特殊的风景区 已成为路客团来台东时必走的一个路线 也让水网上流在102年度时 游客人数更是暴增到了129万人数 让周边的环境设施已经无法附和 所以东莞处在102年度12月就进行了 水网上流步道环境改善工程 但却让不少前来游玩的民众小小失望了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围桥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肯定搞到扫兴了 有点失望 那么山寒水软的来这里 导游让我们不知道已经把它封起来了吗 不知道啊 你看导游也都没有给它导游 没有穿准 现在我们水网上流在游戏区 因为因应这边的游客量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整修 那我们这次的整修改善的范围 主要就是里面的一个步道的系统 那因为它原有的木栈道 因为是在不堪这么多的游客的使用 所以它损坏性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一些比较耐用性的一些材质 包括落地民实质的方式 然后来增加它的强度 那另外还会规划从上面的停车场 会做一个无障碍的一个旅游洞 先方便一些银法族或是身上朋友他们的使用 那另外还有包括下面的一个原有的小型停车场 那也是配合那边的一个旅游形态 后来会把它改善为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那未来这个工程大概预计在6月30左右应该会完工 东莞处副处长表示 未来的水网上流将会有完整的无障碍旅游环境 部落市集活动展演场地 也会结合东河湘工所 为整个水网上流提供更充足的油气空间 带动地方经济繁荣 而施工情间不变之处 也请民众多多体谅以及配合 避免发生自身的安全问题 东台新闻杨国柱陈进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